你兩週看了三四《沙丘》 你不累啊 我很喜歡啊 你開心就好 最近醬溫了 喝點煲湯 他原本不是這樣冷冰冰的人 我們班的班費不見了 希望有同學主動甩球 中午我是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 離開的時候碰到了陳一澤 轉變大概是從高中這個時候開始的 最後班費的事沒有下文 也沒有證據證明和陳一澤有關 但他還是受到了孤立和排擠 我總覺得這一切都是為我 嗯 你餓嗎 我請你吃飯吧 你沒事吧 嗯 我等會還要去咖啡廳打工 那我先不打擾你了 你別再來找我了 如果那件事你沒出現的話 我早就忘記了 大學偶然一次碰見他在電影院打工 為了彌補內心的愧疚 我開始常常找他 哎 你 你受傷了啊 你跟他打架嗎 你沒事吧 走 都是因為我 這 這是上莊啦 我的花肉骨糖MPC 我 我還以為 什麼時候才去打架 嗯 沒事了 沒事了 嗯 你不喜歡嗎 哪有女孩子一直給男孩子送東西 的 你 你 為什麼打那麼多份工啊 是因為需要錢嗎 如果是的話我可以幫你一點 還是 你是因為高中那件事才變成現在這樣 我下班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 你當時只不過在陳述事實而已啊 這種小事怎麼會影響我的人生啊 我只是想在大學裡面嘗試不一樣的事情而已啊 沒想到只有我一個人活在羈絆裡 而他早就成為了一個和我不一樣的大人了 上次把你口紅摔壞了 送給你 好看嗎 我選的當然好看啊 對啊 或許 我應該努力一點 才能追得上他吧 車怎麼還沒到啊 面試都快開始了 你要搭旋風車嗎 好啊 過去的生活難免會有一些小缺憾 與其糾結過去 不如向前迎接新的驚喜 好啊